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事这组来到湖南省长等市 寻找传说中的桃花园感受醇厚山间生活 但是从这个地势上看还是感觉这里其实非常适合隐居 跟随考古队他们一中国最古老的城市 游走离水体验渔民的水上生活 那脖子有条鱼 远方的家百级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30度中国行第68集 桃花园里的城市长德正在播出 离开了神农匠 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设置组 再一次驶入湖南境内 穿越青山秀水 我们来到了死刑的目的地 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来到了湖南长德 我身后有一座小山 这座山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非常的有名 在湖南有一幅对联 讲长德德山 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这当中的德山 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山了 而长德这座城就在我眼前 我们待会呢 将沿着这条小路继续前行 跨过园江进入到长德城区 北纬30度中国行 将开启长德的行程 长德市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东举西洞庭湖 与易阳市的原江市湖叉交错 西以湘西山地 与蜿蜒在张家记的武林山脉相称 这座山水交织的城市 有一个别称叫做桃花园里的城市 这是因为当地人一直相信 昔日桃渊明笔下的桃花园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了桃花园当中了 长德人说自己的家乡 是生活在桃花园当中的城市 其实就是因为长德就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叫桃花园 而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也发现真的像桃渊明笔下写的那样 你看我两边的树 就是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全部都是桃树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盛夏的时节 早就过了桃花开的季节了 不过我们走进来还是感觉到这里面真的很清凉 而且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段话出自中国近代诗人陶渊明所写的桃花园纪 成为常德人论证这里是桃花园的佐证 常德的古称就叫武林 眼前这一片一望无际的桃花林 也与文中的描写暗河 虽然时下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吹着山间的清风 听着潺潺的流水 也让人心旷神明 这是现代的人给这里命名为情人古洞 其实冲过这个山洞 我们就能到达在桃花园上生活的那个小村子 你到那个村子里面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我说这个山洞还挺长 打个手练吧 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黑暗的山洞 因为现在这边的气候都比较湿润 所以我摸到的这个岩石上面都有好多水 差不多有一人多高 山洞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桃花园季中描写的世外桃园 就在这样一个山洞里面 走出山洞 舍利族也看到了一个小村子 十分安静一人 村民就在这里洗衣做饭 过着朴素的生活 我们进到这里之后就发现 这跟我想象中的那种小村子不太一样 但是从这个地势上看 还是感觉这里其实非常适合隐居 你看我眼前的这一片地 它是一片平地 这就很适合盖房子种田 而周围的这些就都是山 就把这一片生活区域就给隐藏起来了 到这我发现有很多农家都开启的这种农家乐 以经营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雷茶为主 过去尝尝 村民告诉设置组 这个村子是三河村 共有一百七十一户 随着游客的增多 这里被游人称为情人村 家家户户都有 也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就是桃花园里的特产 雷茶 我觉得这雷茶很有意思 看这一桌的小菜 你觉得可能是在喝下午茶 但是你看这个碗筷就觉得 我们好像又吃饭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雷茶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茶 好浑啊 这也是茶吗 天哪 就像汤一样 雷茶就是把茶叶花生等原料 放进雷波里淹没后 冲开水喝的茶饮 在中国的华南六省都有饮用 其中湖南长得的桃园雷茶 有放入芝麻和生酱的习惯 闻起来有一种姜味 有点姜味 这个雷茶吃起来居然是咸的 所以真的像一个汤一样 你们觉得吃得惯吗 这个味道 有特殊的味道 还行吗 这个味道我觉得挺特殊的 喝起来不是说那种一入口 就觉得特别好喝 就是觉得这个味道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这雷茶它喝第一碗是感觉不到的 嗯 它越喝越多 它就越好喝 又喝得多越好喝 那我先把第一碗喝了 这里面除了姜还有别的吧 大姐告诉我们 长得的雷茶一定会放盐 并且有大量的生姜 这是因为长得山川众多 湿气很重 村民每天必喝雷茶来驱散湿气 今天晚上就感觉到不见了吧 但是我现在开始出汗了 特别是有一种微微的风吹过 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舒爽 有一点凉快 这种感觉 配点小菜来 我们一起好好地感受一下雷茶的味道 嗯 边吃边喝 桃圆雷茶在饮用时 要扶植椅 压桌 也就是配上一些杂食 如薯片 黄豆 花生 洋浆 刀豆等等 这样才是最正宗的吃法 在我们的要求下 彭大姐同意带我们看看 这特殊的茶是如何制作的 雷波 雷波 里面很多的池 你知不知道 这个啊 这个是干嘛的 那就是抖雷茶的 那里面很多池菜的那个 黄豆啊 那个茶叶啊 生姜啊 才能抖辣 这个是增强那个倒的时候 那个摩擦的那种感觉的吧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茶叶 茶叶 茶叶末 对 这是那些原料 芝麻 姜 雷茶的原料 怎么弄呢 这个是生姜 切成块 对 这么多姜啊 姜放得多也好喝一杯 难怪我刚才喝的那个雷茶 我觉得那么辣 都是一小碟 半碟 芝麻 生姜 花生 是制作桃圆雷茶最基本 也是必败的三种原料 其他原材料在每一家都稍有不同 所以在古时候 雷茶也被称为三生汤 这能捣碎吗 能捣碎 这捣碎 这捣碎 这捣碎要捣多少时间啊 不约多少时间 我们刚才喝的那个雷茶的时候 觉得里面那个木耳都已经像那种 搅拌机打出来的一样了 对啊 就是这样捣的啊 这边没有借助那些现代的工具 还是用这种 这种纯手工的方式来捣出来的雷茶 就是纯手工捣出来的 就是搞这个锅子捣出来的 每天要捣多少 桃花源的雷茶 至今依然是坚持手工制作 彭大姐告诉我们 雷波必须要用陶制的 而且要用山仓子树做的木棒 将其慢慢雷制 由于山仓子树 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 所以由它来成的茶中 便渗透着那特有的芳香气息 也不会存放树日而变质变弯 哦 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嘛 我可以把它在里面 对 我把它全部都弄碎 也可以 然后我再搅它 那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姜啊 这个生姜其实很难弄碎 嗯 这个姜你看 它现在已经都搭到这个锅底下面了 外来人干起来浑身冒汗 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 这是最普通的劳作了 大姐说 由于茶叶生姜具有结表 取寒湿 健脾味的功能 因而他们所做的雷茶 还有药用强身的作用呢 将雷好的茶 煮上半个钟头 就可以饮用了 随着我们等待新的一壶雷茶 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一篇桃花园剂 让桃花园给所有人 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在我们查阅的资料中 对于桃园明笔下桃花园的具体位置 历时界素来有所争议 但当地人却一直坚信 并引以为荣 因为每一个自己心中所守护的家乡 就是一个桃花园 走入中国最古老的城市 北纬30度线上 还有多少神秘没被发现 他们修复了第一次寻想 那么现在我看来这个线 畅游湖南第四大河 渔民的生活有哪些苦与乐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30度中国行第68集 桃花园里的城市 桃花园里的城市 桃德正在播出 在桃花园并不是他们最古老的记忆 更让常德人引以为荣的 是他们位于李县的长头山 那里曾有着中国最早的城市 石志祖从桃花园出发 来到位于长德市北部 距离市区83公里的长头山遗址 李县最有名的地方呢 就是长头山古城遗址 这座古城据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 我一进来就看到了两边的护城河 而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区域 就是古城遗址的所在地了 说实话看起来真的跟普通的农田 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知道在这儿还有几名考古队员 正在进行研究和发掘 事先联系好了他们 在这儿大热的天儿里 又在这么空旷的地方工作 真的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去看看他们吧 长头山古城遗址占地18.7公顷 是中国南方史前大西文化 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 根据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 至今约6500年 在一片看似黄土的地方 我们见到了李县考古队的曹老师 我们刚才跟曹老师一碰面 就看到了这一片 这应该也是挖掘的一个现场吧 对 这是去年年底 为了配合保护棚的一个修建工程 我们进行的考古发掘 那现在这个还在进行吗 这个已经是进行完成了 这是完成了一个场景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位于成头山成城的一个内坡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共是八个探方 这个八个探方我们挖下去了以后 是为了让它更好进行这些保护棚材 曹老师告诉我们 成头山的发现证明 约在6500年前的大西文化早期 人们已经会绝好沟筑筑成墙 有成必有事 他们已经在城内发掘出 大片台积式的房屋建筑 和设施齐全的制讨作坊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成头山里面古文化艺术里面出售的一些桃片 这个是5000多年的 这个是古董 这个是6000多年的 这叫魔光黑桃 黑桃 其实从这个桃片也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纹路 它这块是有设计的 能看得出来 是不是这些桃片到处都有 看你随便就捡点 在成头山基本上是腐蚀街市 腐蚀街市 真没有想到 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黄土地上 六七年的遗迹竟然腐蚀即逝 经过1991年至今连续11次考古大挖掘 成头山现已出土各类精美文物5000多件 并且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曹老师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进行发掘 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是在发现什么 这是在做什么 勘探 勘探 对 考古就是这么进行的 这和我想象中差别很大呀 您这是在打一个洞是吗 对 这是做什么呢 这是 勘探什么呢 勘探地下看有文物 然后它的分布情况有多深多厚 红化的这种内涵呢 也通过这种勘探的话 也没有了解到 就是通过把这个土拿出来就能够判断了是吗 现在有什么发现吗 有发现能够发现底下去有文化层 哪里 这就是文化层的头 它和上面的表土是不一样的 表土 表土在上面 文化层是哪一块 这一块呢 这 可以掰开 可以掰开 对 现在我可以掰吗 可以 可以 这有 这底上面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它里面的包含物和上面的不同 有红烧土 哦 是指这个吗 对 这是红烧土 这是跟建筑有关的 对 它人为有关 不一定跟建筑有关系 它这种头质头色都有区别 曹老师告诉我们 它的两名同事所进行的 是田间考古的步骤之一 叫做地表勘探 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阳铲 利用这种半圆柱形的铲 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 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洞 用来探测地下土层的土质 以掌握文化层的保存状况和书密程度的信息 哇 然后再 帮我来水了 淋一下 我感觉到那个吃尽劲了 吃那个土的那个劲了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 都是泥呀 这前面的就是文化层 这前面 这也是文化层 对 就是因为看得来它有这些红色的东西 对 就是有人为的遗迹 把它掰开以后就能看得很明显了 已经深深地埋在这个一米深的土层当中了 对 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寻这个文化层 看看它们一个分不夸 干不夸 哦 这一片平时 这一片平时都会来做这项探寻的工作吗 对 在整个我们 就是在整个我们县里面 我们都会在只要是遗址上面 我们都会在上面做这种 看探工作 在我们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草地 考古工作者们却能看到深埋在地下价值连城的文物 曹老师告诉我们 地表调查完后就要准备开始除草进行挖掘了 下面就带我们见识一下它们的成果 这个地方是成都山西门的一个坡面 通过这个坡面我们就能了解到我们成都山的建造连带 它的飞行连带 这里面有一个遗址 所以看起来这个应该就比较珍贵 所以在一个建筑里面保护着它 哇 这个是城墙吗 对 这是城墙的一个坡面 我们挖了一个坡面 通过这个坡面我们就能了解到很多的信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城 它的建造连带是什么 它一直使用了多少年 然后什么是连带 废弃的 这个坡面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 我们可以下去看它吗 曹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城口山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墙坡面 从这个坡面上 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 这座中国第一个城市的连带感 连这个城最早的建造连带 就是最近是在六千年的时候 他们修筑了第一次深墙 那么现在我看到这个线 这是它的第一次深墙的一个顶线 这是什么线 是后来画出来的吗 这是第一层线 就是我们考古工作者 根据它的土质的颜色不同 然后区分的人为的 发了一个线 但这个线在实际上 它也是存在的 只不是我们线的意思 线下把它工了出来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其实这也能够看出来 这一边从这条线往下这个部分 它发青 是吧 这个往上的部分呢 就有一点发黄 然后从我这看上去 好像越来越黄 是通过这个分辨出来 它是不同的年代 对对对 就是通过土质主色 我们就得分辨出发的年代 比如它第二次城墙 就是在五千八百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在第一次城墙的上面加热了 加热了一点点 但是这两期城墙不是太明显 城墙也不是太高 到了第三期那就明显了 第三期城墙 就是五千三百年 哪里明显呢 你看第三期城墙 是从那个鞋面开始 在那里鞋上去 那么这城墙的这个顶部 就在最上面了 并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城墙顶部 已经在五六十年的时候 已经把它挖下来了 已经两三米了 我想当初如果是这个城墙 不会破坏呢 高度比现在还要高 就是我看到的这么厚 大概 那个是 它的顶线 它的顶线 城墙最高的 目前最高的地方就在那 曹老师说 无论从规模功能 还是施工来看 城投山已经属于城的范畴 1979年发现的城投山 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 推前了八百年 也说明了李扬平原 早在六千多年前 就已经形成了雄居一方的 中心大聚落 并表明长江流域 古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 与俗称中华文明摇篮的 黄河流域相比 毫不逊色 甚至时间更早 2010年的上海市部会 将城投山部分文物 摆入中国馆 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走在城投山这一片平原上 我们看到一望无际的水稻田 曹老师告诉我们 事实上 中国发现迄今为止 最早的稻田 也出现在这一带 这项发现 使中国水稻 是由南亚传来的这一传统观点 失去了立足之地 确证了中华民族 在栽培稻谷这一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功勋 这不禁让我们感叹 北纬30度这条尾线的神奇 我们里阳平原 它是一个6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冲击性平原 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多遗址 就是因为这个平原特别适合于人类耕种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稻田 种什么都爱长 种什么都长什么 所以在6000多年以前 乃至于在1万多年以前 我们里阳平原上这些遗址 那是一个接着一个 目前我们发现的这些遗址已经有600多处了 600多处 这里阳平原真是了不得 对对对 其实你看到的是这里肥沃的土地 其实我看到的是这儿的人的这种智慧 利用土地的这种智慧 让自己过得更好 时至今日 水稻依然是里阳平原上村民们种植的最主要的农作物 产量与质量在中国名列前茅 现在正是农贤季节 所以很少看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身影 在稻田旁的村庄里 我们看到一种独特的娱乐形式广受欢迎 经过打听我们得知 这种边敲边唱的艺术形式叫做李州大鼓 相传来自于中子的鼓盆耳歌 当地人告诉我们 李县每逢有婚丧嫁娶等事宜 都会有李州大鼓的出现 有时甚至能连续唱上三天三夜 非常受欢迎 听说离水县的鼓王就在不远的村子里演出 是这组立即前去寻访 看这小茶社虽然不大 但是人人可真不少 我的天啊 这木色真有 百姓来为人 李县昌可以听大鼓喝茶的地方叫做茶社 当地人告诉我们 几乎每个镇上都有几家 是这组来到的这家茶社 位于大雁荡镇的沈家坝村 可以看到周边的村民已经把这家小小的茶社挤满了 因为正在演出的就是他们公认的鼓王 看这边 这有一个像海报一样的书信 应该是现在的场次 张胜打类 瓦钢英雄 还有时间 我们来问问这儿的人看得怎么样 这个演出多长时间会定行一次啊 打鼓的这个 李厂大鼓 多长时间打一次 三小时 三小时打一次 天天都有吗 天天 天天都在这儿打 大家天天都过来看呀 真的 那你们什么时候干活啊 什么时候干什么活 我是妈 早上干活 下午干活 下午干活 中间的这段时间 三小时就过来听一次谷 天天 天天 这儿的人的主要的生活 除了干活之外 就是听这个李厂大鼓 能有那么多的可唱的吗 好多故事是吗 最喜欢听的故事都有哪些啊 能不能够好玩 还在那旁朝喝 清朝的 旁朝的 清朝的 那就是历史故事 清明们告诉我们 谷王的演出是观众最多的 他有许多的追随者 每场演出都要追着他听 李厂大鼓是一种说唱艺术 道具仅仅为一面大鼓 特殊曲目会用上铜锣 锁那等 与其他鼓类曲艺有所区别 他的唱词基本结构为西字句 后来发展为十字句 内容以历史典故为主 那为什么这儿的人这么爱听这个大鼓 因为我们这个农术啊 这个农前的时候 这个我们村上啊 没有其他农 因为这是一种农民的部罗 这个听到这个大鼓 平时就说把牌子少了 这个林里也活活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农村的 这个民间文化都过 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相聚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这个地方人的这个娱乐的活动 把他们不打牌了 就过来到这个大鼓 好多老人也带着孩子啊 什么都过来 直接过来 有好多小朋友就在一起 在一起玩 看来 李州大鼓已经完全融入到 李信人民的生活之中 成为每天一定参与的一项活动 我们看到 许多父母把自己的孩子 也都报到查社听书 这是因为李信仁觉得 大鼓的故事可以教人明白事例 多少孩子就在这样的鼓声中 顺去 长大 由于李州大鼓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鼓王也并不乏传承人 现在在台上演出的 就是鼓王的两名年轻的徒弟 由于李州大鼓所采用的语言 是当地的方言 我们听不太懂演员们在说什么 中场休息时 我们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采访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 我们过去跟几位艺术家聊聊天 老师 您收了多少个徒弟 我的徒弟大元许四五十个 多少个 四五十个 四五十个呢 这四五十个徒弟 现在是不是都在村村镇镇里面演出 都在从事还是搞 我们的行当 都在搞这个行当 那您的徒弟有没有接下来在教更年轻的人 你们有收更年轻的徒弟吗 有年轻的 也有 也在教 对 那现在这个 像我们 我跟周围的话 我们都有学生 你们有多少学生 我们大概都有十多个吧 有十多个 哦 这五十多个徒弟 再有十多个徒弟 这事就传承下来了 一个一个的就接下来了 这东西好行 我看你们打的特化 在我们记者的要求下 演员要对他进行简单的传授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一二三一 这就是这样的 中间有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一二三一二三一 对 有点难度 是有点难度的 我试一下 看这个 感觉一下 打边打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吗 对 就是这样吧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 重心都在右边 先打这个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打的像吗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看看这回有没有准 鼓王周子房告诉我们 他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大鼓 现在已经七十六岁 新立了李州大鼓演员 从叫花子到打鼓匠 再到民间艺人三个阶段 经过这期间 艺人们的不断完善 李州大鼓现在已经日趋成熟 李县现有奇艺茶社两百多个 从艺艺人多达一千多人 是他见过最鼎盛的时期 由于鼓王马上要赶到另外一个村的茶社演出 我们很快结束了这次采访 希望这项民间艺术 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承 一条里水贯穿而过 渔民依靠如此捕鱼 渔民的生活有哪些苦与乐 您是嫁给他才到船上生活的 还是之前也在船上生活的 我那假的他才到船上生活的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北纬三十度中国行第六十八集 桃花园里的城市 常德正在播出 从城口山向东南行驶十公里左右 设置组就来到了李县县城 湖南省的四大水系 乡 姿 园 李之一的李水穿县城而过 李县因此而得名 李老师 那我们现在就是走在这个李水的上面了 对 李水是东京福 原古代的时候都是东京福 冲击平原 哪里是古代的东京福呢 这个是山脚 这个山脚下面都是东京福 就是我眼前看到这条堤坝是没有的 堤坝原来是人工的 没有的 是五八年的时候人工凿的 人工背体的 这个是李水河 李水河因李水 我们就称李县 因河而得名 但是现在因为雾气比较大 这边是什么都忘不到的 我只能看到一个 看到这个河口 一个轮廓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等于全部都是 八百里洞庭 八百里洞庭 李水干流全长388公里 在李县小渡口 注入洞庭湖 可以说 在李县是李水最宽广的一个部分 李县的居民银河而居 生活就与它息息相关 其中有一种生活方式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现在来到了李水的岸间 今天呢要一起体验一种非常古老的捕鱼方式 它的捕鱼工具非常的特殊 叫鲁瓷 你看就是那些小船上黑色的漂亮的鱼鹰 我们马上就要下去找这些鱼民朋友们 还记得小学课本里 郑震夺先生所写的鲁瓷一文 鱼人忽然站起来 拿竹膏向船舷上一抹 这些水鸟都扑扑地钻进水里去了 这样美丽的意境 现在我们已很少见到 没想到 在离水遇到了这样一对鱼民 看我身后有很多这样的渔船 每条船人都占了好多鲁瓷 我们身边 我们的船旁边就有一条小船 他就因为在这个船旁边 他们也不飞走啊 刘师傅 为什么他们要单来一条小船呢 他们就是他休息的船 他们怎么知道就在那条船上休息 怎么不上到这条船上来啊 他们因为他们有规矩 他们不上别人的船 有规矩 您给他们订的规矩 他自己进来 是人给他进来 人让他们到那条船 他们就乖乖地听话 这是怎么训出来的啊 就是从小 他就寻出来的 刘大哥今年六十岁 从小在离水边长大 一直就养鲁瓷捕鱼 他的家里现在养有三十多只鲁瓷 您就这么一笔子的 递过来了 我能摸摸它吗 能摸 能摸 它不会掉我吧 我不掉 好孩子让我摸一下 你把打断筋说 咬了我 看来有的一样 脾气好 有的一样脾气不好 跟我们养的宠物一样 好你乖 你不要咬我 它不会咬 鲁瓷子俗称鱼鹰 鱼毛黑色 有绿色光泽 脖子有小红囊 嘴长 上嘴尖端有钩 善于潜水捕食鱼类 是鸟类中优秀的潜水明星 所以渔民们经常去养它们用来捕鱼 随着刘大哥的一声练下 鲁瓷们都扑通扑通地下水了 在清澈的水域中 鲁瓷将脚谱和翅膀并用游甩 突然伸长脖子 用嘴发出致命一击 这样 无论多么灵活的鱼类 也绝难逃脱 浮到猎物后 它们便需要浮出水面才能吞咽 鱼迷们正好利用这个喜性 让鲁瓷替自己捕鱼 是不是这条 这只是捕着鱼了吗 这是捕着鱼啊 它脖子有条鱼 脖子有条鱼 然后把它抓上来就可以了 怎么把鱼拿出来啊 哎呦 看到那鱼尾巴从鱼里面弄成 哗啊 这个鱼倒是真的 鱼头已经被雕不见了 只剩下了半个鱼身子 好厉害啊你 刘师傅 为什么它这鱼吞不下去啊 它就是大了 大了 长篮的 长篮了 鱼大了 它吞不下去 那跟它脖子上 系着小黄绳 有没有什么 你干嘛 你想什么 又不是你捕的 跟它脖子上系着小黄绳 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 它那个小鱼啊 我看看 我看看 这给它系了个 这是个草绳吧 稻草 哦稻草 给它系上它的一个小鱼 就也吃不下去了 由鱼借着草绳 鲁子捕到鱼 却无法推延下去 它们只好叼着鱼 返回船边 主人把鱼夺下后 鲁子又再次下潜去捕鱼 捕鱼结束后 主人会挤下脖子上的草绳 把准备好的小鱼 赏给它们吃 现在是 鱼多鱼少 抢都不行 吐了吧 这两条鱼 可怕这几只鱼鹰给抢坏了 发现了猎物 看看这鱼的色彩 好几只鱼一样都冲上去 这也一个点 我实际的抢 师傅 他们怎么自己 抢着了之后 自己不吃啊 他们都成功了 水捞着鱼 就非有赏 就非有这个奖赏 什么奖赏 你说大鱼 它干到大鱼之后 就小鱼给它吃 它就吃还有奖赏 就人都去抢 它把大鱼偷掉之后 然后您就给它一个小鱼 给它一个小鱼 所以他们为了争功 然后去一块抢是吗 对对对 这种捕鱼方式非常有趣 也非常有效 唐朝世人杜甫 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家家养乌鬼 顿顿食黄鱼 鲁瓷捕鱼 在当时的盛行程度 可见一斑 鱼民们告诉我们 依靠鲁瓷最多可以捕到 一两百斤的鱼 但是每只鲁瓷一周夜 要去掉三斤鱼 所以养鲁瓷利润并不高 只能自给自足 在现代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我们跟随一位渔民大哥 来到了他在泥水上的家里 回来了 这条船就是大跟他们家的生活船了 我们上船之前换一双拖鞋 因为里面我看 而且都是光着脚踩的里面干干净净的 这阵间这么小啊 还小吧 这么大还小 我还这么大的 您觉得这是大的 哦 一般的那边是好小 还小小 您家这是 呃里边是 嗯 等于卧室 嗯 这是水的 就是生活风的 那边是 嗯 外面这就是个小的厨房 厨房 嗯 好 您一年多少天生活在这一船上呢 现在三百六十天 都有三百五十天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五十天 那上来那十几天 是不是回去过年 和大姐聊天的时 原来 离水的渔民们以水为家 每天都在这样的生活船上吃饭 居住 我看家里头这几条船 是不是都是您家的呀 嗯 都是自己的 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船上 觉得这生活过的习惯吗 这我们来说还是活的习惯 你习惯有习惯的 嗯 您是 只有那个水去呢 没得别的搜索狗死去的 那是啊 您是嫁给他才到船上生活的 还是之前也在船上生活 哎呀 我那嫁给他才到船上生活 那嫁给他觉得生活过得好 我觉得还蛮委屈 啊 你怎么还去 哈哈 我那船上去嘛 我才也呢 那是啊 经过风吹雨年 那是啊 水脚 特别水脚 水不好 嗯 每天要等三十钟掌 你们就要起呢 嗯 就要干活 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月段 你们就要起呢 现在跟大哥在一起 觉得行了吗 哈哈 慢慢的习惯 慢慢的在习惯 嗯 其实也是靠着两个人的感情吧 在这种夫妻传承的生活 哈哈 大哥大姐告诉我们 他们一家的年收入 可以有两到三万 这在村子里属于中等水平 除了养殖卤子 他们也养殖了一部分鱼类 孩子在县城里居住 日子过得还不错 刚嫁给大哥时 并不适应水上生活的大姐 也慢慢的适应 并享受起来 通过我们的了解 在离水上生活的渔民 有两百多户 每一家都有三五条船 他们是在县畜牧局 驻刺的专业渔民 没有土地 养鱼捕鱼 就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在长德行走 你可能会很感谢 祖辈们选择了这一方土地 来开拓自己的家园 然而长德人 其实并没有辜负 仙民们的选择 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一代一代的开创着 不同的精彩 我们知道在长德 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北北三十度中国行的脚步 将带您继续行走长德 我们在这边 再继续行走长德 Tomb 泣 感谢观看